欧善儿和吴若希说 两个不是太受网民爱戴 其中Cindy和郭俊安结婚18年 结束婚姻后 回复单身有很多花边新闻 其中原来当日在网台讲这讲道 其后被受抨击之后 她说当时哭了三日三夜 还表示当时感到相当委屈 那次去虾头的网台节目 施打为劳 全程相当高能量 好像很搞笑 很风趣幽默 以为会获得一些回响 谁知道这是一个反向的回响 被人骂得瘋 我想她自己的Facebook 那些IG应该都被人的Inbox 洗爆了 因为她还说自己是玩交友Apps 又唱所有前夫 自然被受攻击 隔了几个月 现在说回当时哭了三日三夜 其后郭俊安也表示 谈贯的论调根本是荒谬滑稽 她是零六年结婚的 也很久之前 淡出了幕前 捱不了二十年 上夫教子 老公也供书教学 真的 她考了很多学位 还不是老公公书教学 她自己哪里来钱 她也没有做事 她只是做主妇 难道你做主妇有工资 那些家用来存起她的读书 难道都是老公出钱 离婚之后又说 找不到工作 又说要努力赚钱 又说 连洗波赛也不同了 跟以前 又去乘的士 卖了车 等等 不停 借助这些去曝光 我们传媒也乐意 派花生物报一报你 但我们仍然 不会忘记当时 斯打维劳的形象 所以她也很难去洗白 就算你洗赌 请公关就没钱了 但我当你以前 认识一些好朋友 是公关 有这方面知识 教你如何去洗白自己 就算被你 僥倖洗赌 一个人 她本身 也迟早 又是再闯祸 慢慢学 现在40多岁 慢慢出来重新学 学得来都60岁 这十几年 以为出来很好玩 谁知风大雨大 外面风大雨大 老前辈说 这里 舒服服 要出去闯 她回忆 几个月前 那个离婚风波 直指多年来努力 竟然未获赞扬 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赞 那些人还说 她开TV的节目 又说用营养师 什么什么角度 原来说完都是 书本有的东西 全部说妈妈是女人的 一些知识 当她把口来说出来 其实要她来做什么呢 其实 最初想着 有噱头 郭俊安老婆 离婚 想着很多人 会 黏起来 很多码头会拍到 谁知 人家会给你机会 但是你 不值得给机会 也没办法 正所谓 形象 一招 尽丧 所有 之前不是建立了 剩余的价值 都是烟消云散 还要面对 评激 其实她完全不知自己 坏什么 其实都是麻烦的 她说甚至 自己觉得很委屈 连呼吸也有罪 觉得自己 你还没明白 就慢慢学 有啊 很多 少奶奶 还要出来做弱圈 但是又不会做人 撞了板 有些人撞了板 她知道我坏什么坏什么 下次不要坏了 但是下次也未必一定不坏 但是最糟糕就是她是这种 坏了 又不知道坏什么 然后就没得改 就算知道坏什么 他们又改不了 我经常说 欧善仪继续在娱乐圈 持了闯祸 也不代表她出去社会 打一份牛公 会不闯祸 她一样会闯祸 她这个人就是会闯祸 人甲人缘 会不会去到一些 老板特别喜欢她 她可能跟同事磨合不了 但是老板喜欢她 总之她说 心都碎白 哭到三日三夜没停过 怎样哭三日三夜 不停哭 说到好像 我长跑 马拉松连环 哭足三日三夜 又没可能 因为怎样三日三夜 又不止三日 我想一段长时间 因为天天会被人骂 骂完 事主又会去看 网络 网络有这么多 这些评论员去报 新闻媒体又会 报 他又会去看 看完又会看下面留言 留言又继续骂他 调节得来 自己的inbox又被人继续炸 那当然会哭三日三夜 五日五夜不为过 另一个吴若熙来看 同样试过被人炸板 炸inbox 就是吴若熙 之前嫂子的老公的行为 令人挺反感的 那个罪念 这个又是不知道 自己的问题 其中圈中很多这些 艺员 好的 嫁到老公就不用理这些 搞不好的 或者真的适应不了 自己的性格 适应不了这份工 回去做小奶奶 照顾 到个人成熟一点 再回来 因为这个圈 实在不容易 但是他自己无端端 之前在网上数臭老公 被人洗版之后 他又很有空 会逐个 挑机留言 他逐个去回 真是很晚的 这么有空 你知道他多闷 你会想到 对吧 吴若熙 在这边宣布一个恶号 悲痛地下 就是说 沉值了两星期 他说年少的时候 背后的灵魂 都是灰色 又写这些东西 什么事 来看看 原来 他的至亲 过了身 有一种 悲痛莫名 10月14 早上 他就是社交发 报了一个恶号 他说 至爱的亲奶奶 过了身 有人 离开 我们都 正常报一报 严肃一点点 沉值近两个星期后 平复心情 发文 悼念 觉得自己 连笑的时候 背后的灵魂 都是灰色 其间有些人 又留言 骂他 或者有些 其他 媒体 转述 有些 转述 有些下方的留言 也是 说他 这些东西又要拿出来说 有些就是说 加油 R.I.P. 什么 什么 药熙就说 10月的 第2日 本来就筹备好 和自己的孩子 去假期的 但是收到一个 大恶号 就是 一手带大自己的奶奶 离开了 当时 老内一片空白 只是想快点 带家人 回家 看他最后一面 慶幸自己的情绪 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崩溃 毕竟 这位 二战前出身的老可爱 离开得那么安装 那么和平 应该是上天对他 最最最好的安排 其实是抒发一下情绪 有时 未必一定说这些不能放上网 有时可能 打击很大的 我们也是 公道一点的 有时 有些人可能很冷静 哎呀 家人有什么事 沉着了就算了 没必要 又公开 这个是对的 但是也 有时未必 释怀到 借这些 社交都是一个 抒发自己 情绪的出口 我经常说 何太那边 为什么这么大妄忍 其实是靠 直播宣洩 自己的各种情绪 这边也就是 她的奶奶 说 一手带带她 所以她也是要借助 不同的平台 去 宣洩自己 心情仍然是 无可避免地 大受打击 指示这十几天 为什么会过得 那么长的那些时间 好像 过了几个月的一个感觉 就说我很乖 我们也很好 如常生活 但始终避免社交不了 因为觉得自己年少的时候 也是灰色 这样 以前做事就做好自己就行了 就是为了 给爷爷奶奶看的 后来大过了 还好 现在有自己的孩子 要不然 真的不知道 自己人生目标是什么 说未来太远 好好完成 今天的工作 比较重要 就好好做好江门的演唱会 原来 怪不得有些人骂她 原来又借 婆婆去宣传江门演唱会 就说 好好宣传 所以有些人 你这个宣传 达到目的了 原来有点 所以有些人 都是在下面骂她 好好和爱我的人相处 因为 我知道我只有好好的 你才会开心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简短报道一侧 两个 都不是那么好观众员的 两位女士 欧善仪 看看她未来 在自己的工作 或者会不会 现在半重重重药 娱乐圈 看看会不会将来 又全职回来 不若欺力 也是半淡出 偶尔中拍剧 又偶尔中演唱会演唱 另一边 就是安心做个小奶奶 看看大家怎么看这两位 也算是 奇女子 会被网民经常骂 做什么 呼吸也有罪 当然 有时要检讨自己什么事 有时你的形象未必是好的 可能网民不喜欢 也要调解一下 始终 那个也很难捉 怎么也好 我们来到先下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 记得按过订阅之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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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